歡迎大家繼續來到《談風論水》 這一節跟大家探討一下近日一個話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言新聞 我看到就馬上很害怕 有一天 不知道是6月30號 三天前 今天是7月3號 三天前是否應該是7月1號還是6月30號 不記得了 總之是那兩天的了 應該不是7月1號的 是應該是6月30號 那天下午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新聞 新聞好像有播的 那天中午 西貢那頭 不知道是哪頭 有一隻水牛 水牛 水牛落海游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可以上Google查一下水牛落海 應該那段新聞應該會走出來 這段新聞你們可以當 你們不認識的就可以當新聞看 我們認識一點點的 當然不是當普通新聞看 因為《易經》裏面有說不動不沾 水牛下海游泳的動作 有動作就是有特別的東西發生 就是有事可以沾 那我就用水牛落海的日子 這個時間就去起了一支掛 那掛象就非常之不好 怎樣為非常之不好呢 水牛落海的時間 我起的時間是用2024年 2024年6月30號下午1點 我用這個時間來起掛 我不知道有沒有做 可能他說三日前 應該不是7月1號的 7月1號我記得不是這件事 7月1號這麼頂盛的時期 怎會有人留意這隻牛落海游泳 應該是6月30號的 所以我就用6月30號起了一支掛 那支掛呢就是什麼呢 2024年6月30號 6月30號下午1點 那麼呢 看一下先啊 舊曆就是 那天的八字就是 甲晨年更五月月醜日任午時 那麼呢 我用這個時辰呢 這個八字來 這個八字不要看了 我用這個八字起了支掛 我們用支掛去看 那支掛是什麼呢 支掛本掛是火閘規掛 跟著變掛呢 是雷閘歸莓掛 那麼我首先解一下 規掛不用解啦 規掛跟大家講過啦 反目成仇嘛 是不是 原本很好的一對 一對一對一對朋友 突然間 突然間 背對背 大家爭對方 大家爭對方一世這樣 反目成仇的意思 我不用多解釋啦 是不是 反目成仇 爲什麽無端端會反目成仇 是不是 因為規掛這支架 從家人掛而來的嘛 那無端端由一家人 爲什麽反目成仇 當然是爲了某些東西啦 是不是 那好啦 規掛是本掛 反目成仇已經不好啦 好啦 跟著那些變掛 變掛叫雷閘歸妹 什麽叫雷閘歸妹 雷閘歸妹即是年輕女兒嫁伯 小年輕女兒 真是代表一個家庭裏面最小的女兒 年輕女嘛 就是最小的女兒 最小的女兒去嫁給人家最大的兒子 那這些就是 怎麽說啊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那小女兒太快 很心急去嫁 就變成一心急 什麽事情都不對 她比自己姐姐還快出嫁 那這些以前不行 以前一定要姐姐嫁了 你妹妹才可以陸續嫁出去 以前你姐姐都未嫁 你就自己先嫁了 那這些就是 他們覺得是 一樣不對的東西來的 那當然呢 現在無所謂 知道哪裏嫁先就哪裏嫁先 你最好立即嫁出去 是不是 那以前是不行的 以前一定要大女兒嫁了 大女兒嫁了 跟著二女三 二女一拉女才嫁出去 那現在這隻掛呢 就是告訴你 拉女嫁了出去 大女兒未嫁 那拉女就要嫁給別人的長子 是不是 那個長子 年輕就有自可 不年輕那些老型的 就是河馬嫁給阿 河馬嫁給阿可伯 是不是 雖然以河馬來說 都不算是幼女的 但是始終的意象就是這樣 一個年輕女嫁給阿伯 一個年輕女嫁給阿伯 那年輕女嫁給阿伯 就是任何事都太快了 任何事都太快的時候 這件事 事情 他們覺得 因為以前那些人是不可以這樣 那快就出亂子 那這隻掛也有破財的意思 那雷澤龜每掛有破財的意思 就是告訴你 香港最近 最近 因為這隻掛 是後半年的事 來的 後半年香港可能會因為某些事 而要破財 還是要破很多的財 那好啦 那什麼 怎樣為之應破財呢 現在雖然整個都在破財的 香港 我都不見香港有什麼得多少賺 那些老牌食肆 連這個 那個什麼 有你 有你 那間 黃店的頂頭大哥 已經叫 都撿起來 老闆都著了草 那你想一下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食店可以頂得住 除了兩頌飯 是吧 兩頌飯都搞單 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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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沒有錢風波 那些金錢風波出來 現在一講到錢 就什麼事都出來 那 就 因為雷澤龜每一支掛就代表 有金錢瓜葛 還有 有金錢瓜葛 或者因為男女之事 那因為 這件事進行得太快 而沒有部署 沒有部署之下進行得太快 那最後一定會亂的 因為沒有部署的一定會亂的 遠不近 就是 正如那句 那句 舊話說的 是不是 真的沒有部署 就一定會亂的 是不是 就是 不深思熟慮的東西 一定 最後一定會亂七八糟 那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雷澤龜每一支掛就是這麼說 所以 接下來 香港可能會 有什麼狀況 可以破裁呢 有什麼狀況 現在什麼季節 打風貴戰 打風貴戰 那 香港會不會 接下來可能因為風災 而破裂 而周圍都 吹爛東西 或者破財呢 那 很難說的 因為掛罪顯示 香港要破財 沒有說香港怎樣破財 那 因為現在又風貴 那 最容易 令香港破財的 都是水啊 風啊 這些東西 香港不會地震的 是不是 香港很少可以地震的 雖然有得震 就算震 就算震 都等於一輛大貨車 在你門口經過 這樣震兩下 是不是 這些小問題 影響香港最大 一定是水和風的了 那會不會是因為 這兩個 這兩樣東西 而令到香港破財 又或者 那幫偉大的上大人 不知弄什麼 就弄出來 咪咪咪咪 這樣走 不理後果 不諮詢民意 又弄些什麼 又弄些什麼 垃圾膠袋 徵費2.0 又不知什麼 酒素餐具2.0 又不知什麼 什麼花 弄些什麼 總之不知弄些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出來 然後咪咪咪咪咪 這樣走去走 又花一大塊錢 一會兒 不知哪裏 又說起一條天橋 比中心通道還貴 這樣 是不是 天橋都貴過人家的橋 真是誇張 那可能是因為很多原因 都可以令香港破一塊錢 那掛帳就是這樣 那未來半年 會是什麼事情令到香港 破一塊大財呢 那大家就真是 拭目以待 那因為水牛落海這件事 為什麼會因為水牛落海這件事 而起之掛呢 因為近半年來 我這半年 其實我很想為香港棄枝掛 看看香港下半年 下半年會不會繼續插下去 誰知好壞不壞 就讓我棄到知道 這麼差的那一刻 你說香港下半年會不會繼續插下去 就是繼續插下去了 因為我說過給大家聽 香港的運勢未到底 它應該 明年的立春八字我還沒有查 我應該過兩個月開始要做 要開始做下年的事的了 那我就會查一下 明年香港立春的八字 那查一下這個 用他的八字 那當然啦 查立春八字 查地運這些事 我每年都做 但我就想看下 香港是不是真的 明年 是不是真的可以再差下去 那其實香港現在 處於一個怎樣的時期 處於一個轉型的時期 我上次講過 香港人不可以再懷念懷緬 在之前的那個夢境裏面 但是那些要醒的 要面對現實 面對現實就是 現在你要 你要怎麼說呢 不要看回以前 我炒樓炒股睡醒都有錢賺過 那些日子過了 你現在炒樓炒股 只會損手爛腳 不要以為自己 不要以為之前 我九七前有多厲害 我之前有多厲害 多厲害 那些過了去的了 過了的了 你們現在要醒 要面對現實 面對現實 現實就是 現實就是你現在 好像做什麼都好像 沒有那份 做什麼都好像不行 因為政府的政策 又不支持你們 那你們就自己 自己出去做些 找些 打工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又要面對現實 不可以說 我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先 一個兩個兩個 股市好些 我又有錢賺回 你不要再在股銷市場 和炒樓的市場上徘徊 那你只會 有排選手爛腳的 因為你不見過股票 有得升的 就算股票升 也是升一兩天 跟著就跌回下去 那樓市更加你不用看 為什麼 柳皇太古城都跌的 你看看那些 那些樓市指數 每個都紅色的 全部都向下跌的 有多少個升 是不是 沒有啊 到處都沒有得升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再想 再在以前的懷 你現在有樓的 你說自住沒有所謂 但是你說炒的那些 你真是有多少間 你真是 虧了一點 你真是放了出去 拿著一些 拿著銀子好過拿著磚頭 現在 因為銀子始終都可以還拿著 你拿著那個銀子 你喜歡去哪裡都行 你拿著磚頭 你變得去哪裡都不行 是不是 所以現在拿著銀子活躍一點 拿著銀子始終都是好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 但是你說銀子 你說將來會不會怎麼樣 我就不夠膽下這個決定 因為我都要 因為我都要差不多半年半年 建一次掛 才可以預測下半年 或者上半年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大方向怎麼走 我都要半年才建一次掛 這樣才可以 可以預測到些什麼 況且我都是預測者 都還有很多變 很多變數可以影響 那很多人都問我 最近上面 上面 我們偉大的總公司怎樣 那總公司可以怎樣 總公司現在的 現在的地產生意都很窄窄 是不是 他們可以怎樣 他們繼續在那裡 繼續在那裡 怎麼說 在外面喊 我們這些地產多好 我們這裏多好 我們這裏多好 其實 大家 其實我不反對大家 你喜歡北上 你喜歡上去 上去總公司消費 就消費 你喜歡上去玩就上去玩 你說三天假期 其實香港沒有人的 那三天假期 其實香港很安靜的 真的很安靜 走一條街 在這條街上 拿一支火神砲 就可以射得到人 那當然啦 那七月一號之日 下午回來 回來香港 當然是正常回 你說那幾天真是靜的 那你們上去消費 就不搞 我不說有什麼 有什麼說 忠不忠於 其實我不能說什麼的 那你們喜歡去就去 但是 你們去的主要原因 其實 是不是真的因為上面很便宜呢 上面是什麼都便宜 但是質素呢 質素你們要 食物的質素 你們都要考慮的 是不是 不是只有一個便宜的 是不是 我覺得呢 為什麼香港人 喜歡上去消費 其實食物的便宜 香港人是不自在的 你香港幾貴 我們都可以照吃 是不是 有些人就說 當然不是 上面便宜一半 你不要 這個想法不對 你如果香港 好像你們 上面總公司的茶餐廳 那些 餐廳 酒樓那樣 三四個適應 圍著你一台 來服侍你 我想你幾貴 你都去吃 你現在香港是因為 沒有人服侍你們 你們明不明白 你坐在一個茶餐廳 你舉一手 試應 你在酒樓喝茶 舉一隻手 叫一隻 叫食物都沒有人來服侍你 啊 都要出去自己叫 又或者叫到先生力竭 拼到手都軟 那人才過來幫你接張單 進廚房 還要等很久 你大陸不是 你都不用舉手 就直接問你 走過來問你 先生有什麼需要 就直接走過來問你 那這些就是服務 香港人 從小到大 都是要這個 你以為食物便宜貴 對香港人來說有什麼問題 在你上面是便宜一半 但是如果你香港 有那種服務在這裡 不要說三個適應 唯一台客 一個適應服侍兩三台客 起碼過得切離 你另一手 收得切離張紙的 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告訴你 你知道我們香港 請一個適應 我們香港一個適應 等於上面 兩個至三個適應 香港請一個適應 請到兩個至三個 那你怎麼做呢 你根本沒得做 是不是 個個都要服務 個個都要服務 是不是 你上到去 一坐下 就馬上有人過來圍著你 去針茶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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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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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些 見到這些 我不懂得點餐 我只懂得叫 是不是 那為什麼這麼多 這些 掃曲點餐 因為沒有人 你掃曲點餐 就不用人 香港人 就一定要人去服侍 香港人被人服侍慣 是不是 那所以 你說 如果香港 有得以前這樣 多人服侍你的 在香港吃 有什麼所謂 1500就是1500 一千元一圍 二千元一圍 二千多 三千元一圍 就一圍 我十二個人吃 除開都不用什麼 都是很便宜 是不是 那一千幾百 香港人不捨得給 他是捨得給的 但是他捨得沒有人服侍 是不是 你上面又便宜過你香港 又多人服侍過你香港 我都上去吃 老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其實你上去消費 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只不過說出個實際情況 是因為香港人 香港人要人服侍 香港人喜歡 有些適應 圍著自己 走來走去 那買什麼又 你去買球鞋都知道 上面的人圍著你的 你在香港找一個人 那一刻都沒有 是不是 所以呢 為什麼 那些人會走上去消費呢 這個沒有人服侍 有沒有人服侍 就是一個main point 大家就不要以為 上面的東西只有一個便宜 甚至是便宜才吸引人上去 其實這個便宜是一個原因 但是有沒有人服侍 這個真是主因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拜拜